欢迎收到大屈机TV 我是你的屈机主播周杰盈 早几天巴勒斯坦申请加入联合国 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法的国家 但是就是因为美国的一票的否决权 他们失败了 也不是很出乎意料而已 因为美国撑以色列 大家都觉得巴勒斯坦要加入联合国 根本就没可能 巴勒斯坦的代表 硬烟地发现 听到大家心都痛了 但我们一起来听听 他当时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回应 的巴勒斯坦人员 我召喚你 和巴勒斯坦人员 的巴勒斯坦人员 和他们的领导 我们不会逃避 听完巴勒斯坦代表的发言 领导杰盈亦深深地体会到 这种弱国的不宜 正所谓弱国无外交 原来就连寻求正当的合法权益 都难过登天 而当时美国否决巴勒斯坦的时候 在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 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社会行动 就持续升温 而这次的学生运动 其实是在4月17日已经开始 当日他们的阿拉伯瑞校长 沙菲克去到国会 就校内存在反犹太主义的指控作证 而支持巴勒斯坦反抗运动的学生 当晚就开始在学校的图书馆前面的草地去扎刑 就要求校方切断和以色列的合作关系 学校方面18日就要求纽约警方 入到校园那里清场 拉了百多人 过大巴勒德学院宣布 所有参与运动的学生将会被停学 还将50个学生赶出宿舍 全美爆发支持巴勒斯坦的浪潮 多间顶尖大学都有参与 哥伦比亚大学罢工停课 哈佛、耶伦都纷纷回应 他们这样做又会对美国产生什么影响呢 为什么美国民众的愤怒 没办法再压得住呢 今天既然就来和大家说一说 美国不票否决巴勒斯坦建国 无理拘捕撑8大学生 在节目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屈机TV、留言、赞好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以巴伸一轮的冲突已经超过200天 来到现在已经造成了超过3万名巴勒斯坦民众的死亡 现在加沙走廊的情况还是非常危险 但是以色列还要攻击拉法地带 把数百万个难民当作攻击的目标 美国口头上说不支持以色列的行动 而行动上它亦第一次对以色列军队实施制裁 事实上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和训练从来都没有停过 现在巴勒斯坦提出正式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申请 而安理会有15个会员国 其中12个投了赞成票 英国和瑞士气缺 美国就投了反对票 直接否决了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决议 这次已经是由新一轮的尾巴冲突爆发之后 美国第五次行使他们的否决权 美国政府的做法完全是激怒了国内民众 引发起全美的撑巴浪潮 由去年开始 全美很多地方都有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 来到4月 示威运动更加是出现在美国很多顶尖的大学中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示威活动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 而为了驱散这班学生 各大校长沙菲克直接报警 用违反校规为由叫警察拉了百多个学生 各大校方和美国警方的行为简直是火上烧油 令这班学生更加怒 而大学的教职员也加入了声援的行列 耶鲁、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加州大学 柏克来分校、波士顿大学、北卡朗来立大学教堂生分校 都一起站出来 同时 各大校园的扎营抗议也未停过 之前他们在西边的草地扎营被人赶走了之后 后来抗议的学生由上星期起又重新聚集在东边的草地 而美国各地的大学生也要求校方支持加沙停火 停止和以色列有关的企业合作 以美国众议员史提·范尼克为首的 纽约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就谴责各大校方 说校内外出现的无政府状态 他们要负全责 乱名要求校长沙菲克即刻辞职 那大校有主要金主、犹太裔、亿万富翁、罗伯特、克拉夫特 是美国国家篮球队联盟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首席执行官 他之前捐了几百万美元 现在威胁人家说要切断之后的捐款 他就认为学校没有保护好犹太学生和教职员工 他说我对学校内和全美国地持续蔓延的恶意仇恨心感悲痛 在学校采取糾正措施之前 我不愿意支持这家大学 22日耶鲁大学的抗议者封锁了校园周围的交通 他们要求耶鲁大学董事会公开揭示 他们在军火製造商的投资和设置 学生活动分子当日发表的声明指出 耶鲁大学持有的基金涉及帮助促成巴勒斯坦种族灭绝的军火企业 有被捕的学生就说 耶鲁大学现在是送炸弹去加沙地大的学校 我不想对这件事保持沉默 康乃迪克州纽克文的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耶鲁大学数十个人拒绝离开抗议的地方 警方指控他们犯了一级非法入侵罪属于轻罪 他们被转移到耶鲁警局 处理完后被释放 有些耶鲁学生被捕的时候 周围围观的人大声欢呼 歌众这群被捕者 说他们是英雄 这些反以色列的示威越演越烈 无可避免地开始走向针对犹太人的方向 在美国的各个大学也出现了针对犹太人的襲击和恶意对待的情况 实际上 今次美国那么多学校去支持巴勒斯坦 利用反对以色列的运动 规模已经是开始逼近当年越战时期的反战运动规模 而且还迅速地蔓延下去 越来越多的学校也继续加入 它的广泛和强度都已经去到有史以来的最高 支持以色列的力量至少在美国大海里面 基本上都是处于劣势 很多学校甚至已经有犹太学生不敢去上学的情况出现 以上的种种都令外界联想到 刚才所说上世纪60年代的反越战运动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民众和全球绝大部分人民都一样 他们都有基本的同情心和同理心 他们无法忍受自己的政府 对袈裟的惨状视而不见的做法 面对着洶涌的惨巴浪潮 已经有美国的政客公开表态 要求国民警卫队进入大学里面维持秩序 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和乔森·霍利表示 拜登应该出动国民警卫队去逮捕任何违法者 对于他们的说法有人就认为 由现在的情况来看 美国大学的撑巴浪潮整体情况都是很和平 参与者都没有用什么暴力手段 但是如果美国国民警卫队真的出动的话 那便势必会激化局势 令到情况变成一发不可收集 不过对于这次抗议活动的影响和意义 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有些人认为 学生的抗议行动表达了对巴勒斯坦的支持 和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 反映了国际社会对耳巴问题的关注和重视 也有些人认为 这种抗议活动可能会引发更多社会矛盾和冲突 甚至影响到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外交关系 美国总统拜登在当地时间21号的声明中说到 他们的政府已经全力支持保护犹太社区 这种公然的反犹太主义应该受到谴责 同时也很危险 无论是在大学中 还是我们国家的任何地方 他们都绝对没有蜡烛之地 早一日20号 美国众议院投票就通过了一项 价值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 包括向以色列提供260亿美元援助 一边要停火 一边又送钱给武器 拜登政府在这一轮耳巴冲突中拱火烧油 在美国国内外也受到很多批评 其实美国组在他们短短的历史上 就已经有这种先例了 在1970年5月4日 美国肯特州纳大学发生枪击事件 起因是学生举行反战指挥活动 引发了美国联邦和地方当局的不满和警惕 出动了国民警卫队维持秩序 结果引发了冲突 当时国民警卫队对集会学生开火 造成4人死亡9人受伤 这件事直接令到美国的反战示威活动规模 由大学上升到全美国社会 在上次美国大选期间 因为非裔美国人乔治佛洛伊德 被美国警察粗暴执法而死 即是I Can't Breathe 大家记不记得 它引发了全美Black Leaf Issues的抗议示威活动 这次又是在美国大选期间 出现了残巴浪潮 到底这件事会否继续扩大呢? 在这种情况下 事实上已经是动摇到 美国对以色列无条件支持的根基 而且还已经开始影响到决策层 这种运动在短期内可能就改变不了什么 但如果时间长了 未必不会像当年的反战运动那样 最后彻底扭转美国的政策 而巴勒斯坦的现状更令人想起以前的中国 1805年前的巴黎和会 我们的代表顾维军 可能真是比巴勒斯坦的发言人更伤心 中国不可以没有山东 就好像西方不可以没有耶路撒冷 这句话就是来自顾维军 电影1919入面 陈东名饰演的顾维军 可以说是相当出色 不悲不抗 1897年 德国以他们的传教士在山东被杀作为借口 派兵占领青岛 强迫清政府和他们签订了为期99年的 对山东交州湾沿岸区域的租借条约 并进一步将山东半岛编成他们的势力范围 一战的时候 日本打败德国 占领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租借地 之后用武力逼使中国政府签订了21条 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和利益 1919年的巴黎和会 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战胜国在1919年1月18日 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 目的是解决战争造成的问题 和安排战后国际关系新秩序等等 而美国人提议将中国的山东交给日本人 英国人说可以给一个选择的机会中国 要不你将山东交给日本人 要不你接受21条 法国人说这个想法都不错 以前的列强以为中国还是清政府时代 叫中国签咩就签咩 还以为中国的外交官是李鸿章 今天各让澳门 明天各让香港 后日越上海游租界 但后日将天津都变成租界 列强们越失望了 中国当时已经有自己的外交官 就是顾维军 他拒绝签名 而关于顾维军先生的一生 是有争议的 但顾维军也帮中国搞了很多好的外交 之后他也签署了很多重要文件 33岁的时候他签名要日本控制中的山东 35岁他签名要俄罗斯控制的天津租界 43岁他签名由比利时手上 拿回天津比利时租界 57岁他签名代表中国签署第一份联合国险帐 客观地说 无关党派 他向世界展示出他是一个中国人 民国时期他就是第一外交家 他的污点只能说他跟错队 虽然后来他的行为 我们将他定位成为一位战犯 但却没有否定他的外交公职 否则1919这部电影也不可能上画 而且有关这个历史事件的剧 顾维冠的形象也是正面的 所以是一件事还一件事 先说到若国无外交 我们一边看着巴勒斯坦代表的发言 一边也是共情流泪 我们这世纪走过的路实在太艰难了 幸好我们捱住了、撑过了 中国在现在的世界舞台上绝对有话语权 而这一次美国在联合国上面 一票否决巴勒斯坦加入 何尚不是巴勒斯坦版的巴黎和会呢? 中方多次也指出 二班问题的根源 是以色列非法侵战巴勒斯坦的土地 中方之所以会多次表态 是因为巴勒斯坦如果可以转正 两国方案就可以踏出最关键的一步 首先巴勒斯坦如果在联合国转正 他们就拥有独立国家的权利和地位 第二 以巴问题的核心矛盾之一 就是领土问题 一旦巴勒斯坦独立建国 以巴就必须明确他们的国界 以色列就没办法再蠶食巴勒斯坦的土地 美国明确反对巴勒斯坦转正 原因就是以色列 由这次以巴新冲突的情况来看 以色列完全是没有遮掩他们想侵战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意图 而他们的总理内塔利亚湖 亦是多次表示坚决反对巴勒斯坦建国 甚至还通过立法拒绝承认两国方案 美国就完全不掩饰地支持以色列的立场 在新一轮以巴衝突爆发之后 没有间断地提供军事换助给以色列 还三番四次在安理会否决以巴停火的决议 4月16日 美国众议院更加以377比44的表决结果 通过一行决议 将撑巴口号从河流到大海定性为反犹太主义 进行公开谴责 最后既然想说一场撑巴的运动 在美国风起云涌 美国警方的行为令到美国这个西方人权的所谓灯塔 变成一个难灯棧 他们在人权方面的虚伪和双重标涨 再次在这件事中被人看得一清二楚 撑以合法、撑巴有罪 这些歪理令到美西方在全世界面前顶面尽失 我们的屈姬主播周杰盈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有点儿 有点儿 人们下集中 在零续号方的运动 踏出 还是要地别跌倒 参与 快点儿